只见地板排水孔不停有水冒出来 让屋主吓了一跳 这户位在桃林铁路周围旁的住户 吸引来向一员澄清 家中在桃林铁路改建完成之后 一楼排水孔却开始会在下大雨时冒水倒灌 而且已经不止一次 住户怀疑可能是桃林铁路在施工时 挡住已经过世的父亲所说的水沟 自家地势由较低洼的关系而惹祸 在要坐桃林铁路的时候 我爸爸那时候还在 我爸爸还把今年九月往生了 可是我爸爸有叮咛 他说我们这个水沟要注意 那个会堵住 要不然做洪台就很飞气 我们也堵过这种问题也很困扬 这间房子好洗好洗能不能变 哇 越来越严重 那两天落一个大雨 扶一个水摁 我吃饭要洗碗 哇 怎么还摁起来 由于桃林铁路在修建完工之后 恰巧是风干旱 因此直到去年住户才发现淹水的情况 而借货成情后 桃林市议员060也会同市府人员 以及当时修建桃林铁路的相关单位 一同来到现场会砍掉减轻行 在研究室内室外的地形之后 初步决议会先安排挖开路面 确认水路走向 因为桃林铁路步道还没设立之前 没有这个情况 那所以说今天特别请我们相关单位 请我们节工局 还有我们这个驱工所来看 那然后会就是一个决论是说 是不是先请我们这个驱工所 先来看住户门前的这个水沟先探蛙 是不是有水沟有淤积 如果有淤积的话休闲已清除 或是说本来就是畅通了 是因为做了这个桃林铁路步道 把他的这个水沟截阻了 所以说让他们的水量没有办法过去 从运煤铁路工程升退之后 改建成为休闲步道的桃林铁路 如今成为桃林市民散步运动的好去处 尤其透过加门前对周围居民更是方便 因此陈勤住户只期盼能早日解决淹水的清新 还他们不再闹水灾的家园 记者刘雨婷 桃林桂山报导